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的环节 身边嘉宾是Jason研究部经理陈慧聪 Jason 你好 今日内地股市和港股经历了超级过散车 先跟进内地股市表现 上证指数今日来说继续急跌 最终跌了139点收市 收布在4000点流上 收在4053点 跌幅有3.34% 深正城市下跌了832点 跌幅有5.78% 收布在13566点 至于护心300指数下跌超过3.3% 跌了144点 收布4191点 至于创业版指数方面 更加是暴跌8% 跌了230点 收布2689点 今天又要一个大跌市 这两个星期累积的跌幅 都有超过两成 大家都觉得是否经济真的要这么差呢 直接是要不断地出招 去救回内地经济 比较是十年难得一遇 同一时间就说减息和降准 这件事发生 都真的非常出奇 因为大家的文章还说 出策略的机会性不是太高 因为之前还说要出逆回购 还有全态比率方面会有个修整等等 果然这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多事 但是市况都要跌得非常之急 我想就是关于外围希腊的事件 其实都拖累整个环球股市的气氛 我们先跟进一下 就是A股方面 究竟就是牛市是否暂时会结束 在技术性的调整症 还是大家有什么要关注 我自己看你说整个牛市要结束 就太过 然之上早 因为说今次的市跌 当然你说那个外围因素 是其中一个焦点 但是当然你说内地那边 都是看回 当然经济不好是一个问题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说 短线里面就是见到中正监 都是很强力 都是要求一些劝伤 控制两容的杠杆规模 之前很多做一些1比4的杠杆的配置 现在都是叫停了 甚至乎今天都有些传闻 说到一些劝伤就定了死线 就说去到明天来说 就一定要保到孖展 否则的话就会强制平仓 就会强制平仓的 还有见到很多的劝伤 都对于一些就算是大价的蓝筹股 大价的一些重磅股 其实都将那个截算率 就调低了 那即是意味着你拿一只股份 去到再借孖子来到 再去炒其他一些股份 在那个比例上面 都没有以前设到那么高的 那这个因素都可能令到 很多股民就说现在的市跌了下来 那同一时间那些劝伤又调低 那个借贷比例 就令到很多股民的那个仓位上面 都突然之间是去到一个 叫做强制平仓的水平 如果你说当他们的维持保证盖 撕不到一个相关的要求的话 那那些劝伤是有权 将他们的仓位就强行去平仓的 那即是俗称是斩压展的行动 令到那个A股就好像有个相当之大程度的下跌 那你说去到现在这个水平 即是上证指数大概4100这些位置 其实都是有些的风险的 因为始终那个斩压展的行动 可能最近才开始 那究竟未来会不会都还有新一轮 就是斩压展的热潮呢 那这个大家要留意回 那但是都可以是 就是看一看 就说现在中央那边 其实都有一些的定心院是发放了出来的 包括就是说今天下午呢 都讲到中证监呢 就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都提到就是说 现时内地的那个 融资融券业务的风险呢 整体都仍然处于一个就是可控的水平 那兼且都提到说 强制平仓的规模呢 其实就不是说那么大的 还有在这个压力测试上面 都是表明了呢 那现时那个的 融资融券的业务 整体的维持担保的比例呢 都还是高过那个预警的线的 那变相就 如果你说中证监 讲到这些说话 叫做安抚整个市场的情绪呢 那我相信短线里面 即使你说市场要再跌都好呢 下行的空间呢 应该就不会说太大的 最重要是说现在看A股方面呢 不单只说要看它那些的经济数据 不单只要看究竟是否减息降准 最重要是看中证监 对于未来两融方面的部署呢 又或者是否要进一步去杠杆 这些行动呢 反而对A股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了 好 谢谢你啊 Jason 那我之后呢 转后话题要跟进一下 就是港股方面的表现 今天是有些恐怖 1.20分左右的时份 恒指跌幅率超过1000点 基本上这一段大时代之后 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港交所更加急跌6% 超过6% 跌幅是收窄的 你见到美市时段 因为欧洲股市开始回来 那个势头其实都是有个暴跌 不过我想就可能港股预先跌了 那现在这一刻呢 跌幅就稍微收窄 不过都非常显著 说的是跌704点 今天收到25,959点 未能就是说上到26,000点的水平 成交今晚呢 其实今天多一点 有1,861亿 至于国企指数是跑输行指 跌幅超过3% 跌了393点 今天收到12,693点 港股方面都值得一提 因为大家都说 一定会补回4月9日上升裂口 其实还有一个裂口还未补 你那个看法就比较偏淡一点 Jason 怎样看回现在这个情况呢 明天会不会回回稳症 还是会做一些 不过你说到 希腊方面的情况已经很差 无论他脱不脱勾 现在大家的印象都非常差 应该不会脱勾 不过又还不到钱 现在市场上就好像一面倒就抢淡 希腊方面的局势 大家都认为去违约 又或者来到公投方面 都很多一些比较悲观的变数 会存在 所以就令到今天一些外围的股市 苗子的期货指数方面也是跌下来的 还看到欧元方面 今早都有个跳空下跌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未必说真的这么悲观 因为说正在 现在希腊方面 说要做一个公投 选择是否接受欧盟援助的条款 照计通过的机会都是偏高的 因为都看回当地一些民调 都显示了过半数希腊的国民 都认为应该是要继续留在欧元区, 所以如果你说接下来的公投出到来的一些讯息都是比较正面的, 照计对于整个外围的市况又或者港股来说, 都会有一个稳定的作用, 还有你说明天去到期还不到IMF那条数, 会不会有机会出现一些转机呢? 又或者本身欧盟或者IMF那边, 会不会都有一些妥协可以做一些让步呢? 这方面大家就不要提得太悲观, 否则的话这些位置再沽下去, 我觉得风险反而比较大些, 所以可以留意着之前恒指做了双顶形态之后, 接着跌穿了27000, 按照量度跌幅大概跌多1300左右, 因为说之前是27200至28600, 大概是1300至1400, 穿了一条颈线, 向下走1300至1400, 大概计算是25600左右, 所以见到今天的低位, 正正去到一个量度跌幅的上限位置, 变成这些位置再穿下去的机会, 我自己看, 暂时不是这么大, 所以短线薄反, 但机会反而是比较高一点, 应该有个算定, 去到25600这个位置, 有点支持, 和大家跟进一下, 在蓝筹股方面的表现, 先见到, 恒指成份股来说, 只有两只可以升, 就是836, 他教稳收市的, 升1.5%至21.45, 另找到康师傅322, 他靠稳, 升4才报15.64, 另外, 主要蓝筹股都要暴跌, 好像汇控为例, 跌超过2%至70.35, 中移动跌1元, 建行跌3%, 建行跌超过4%, 中国银行跌4%, 另外, 港交所跌4%, 国寿跌超过3%, 友邦跌超过3%, 腾讯和金沙中国跌近半成, 祥和跌2%, 新地跌1.5%, 九仓跌2.6%, 中海外跌3%, 华影置地跌超过4%, 另外, 海油方面跌2%, 中石油跌2%有多, 中石化跌超过3%, 坤能能源跌超过2%, 另外, 中石化跌近4%, 今天收费17.02%, 虽然港交所跌至263.4%低位, 美视跌幅收窄, 还有腾讯方面跌幅收窄, 曾经见过150元这个位置, 似乎要买货, 是否都等一等, 没理由那么快跌一跌, 就立即去捞底, 你所说的, 是否都要等市况跌定了, 和希腊起码明朗化, 才做回流底的同胀呢? 短期的市场气氛转差, 当然都会令到这些, 之前比较硬正, 或者比较强势的股份, 好像都要跟回一些跌幅, 因为大家都记得, 之前的涉跌, 腾讯港交所是没什么跌过, 所以你说这一阵, 它们跌下来, 都可以理解了, 还有都可以留意, 就算你说未来的市场反弹都好, 我都相信那些资金, 都会是首先追捧一些, 就是之前跌得比较厉利一些, 或者跌过龙的股份, 反而你说这一类比较大的蓝筹股, 相信未来就算它反弹都好, 幅度都未必说真的太大, 反而可以留意一些, 是中资券商, 又或者一些基建相关的股份, 因为始终这两个板块, 过去那一个多月, 都跌得相当厉害, 假如你说来近来, 有些比较正面的消息出来, 令整个市场气氛提震上来, 照计资金追捧, 这两个板块受惠程度, 就会较刚刚说到的腾讯, 或者港交所来说, 会比较大一点, 好, 谢谢你,Jason, 今天首日挂牌的3396, 联想控股, 今天最终收笔42.9毫半, 比招股价低, 0.07% 即是没有输赢, 但如果你大手借孖展, 可能手续费就有些亏损, 好, 谢谢你, 节目时间到这里, 谢谢Jason, 和你做新报的蓝筹股, 和新股, 你有持货吗? 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会有其他直播幻影节目走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